现在有一个板泰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之前在郑州水浸和水灾 很多东西需要重建 对水泥的需求会有一个很强的需求 所以看到水泥股可以考虑 其中一只1313华润水泥 投资者都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它的PE很低 只有5.8倍 低得很厉害 而它的周息率很厉害 有8厘息 所以投资者都可以看看这些股份 而且它之前的业绩公布出来也很漂亮 第一季的业绩增长的10% 都有双位数字增长 所以无论PE低 在股息也高 增长也很厉害 再加上现在因为郑州的事件 令到水泥的需求增加 所以各方面来看 这一只也是挺吸引 看回细头很漂亮 一直升引 我觉得可以见价 考虑买入 短线第一步 目标价看一条100天线 大概7.8厚 2到这个水平 甚至我觉得可以挑战之前 在5月份的环行区域 大概8.2厚 这个位置 2厚 2厚 很多游对 3厚 有限轻壮